我們這邊說典禮通車後也禁止全線通車 但是要讓三班次的首都可以 像首都可以也走啦 剛剛也通啦 沒有啊 你這幾樓有10條魚啊 早上沒那麼難了啊 那剛剛不是有 你也在現場也是通啦 就是因為我們要測啊 所以最後才讓步啊 所以因為我們也接到 我也接到指示說 就是說這一個 因為委婉的公路法去測條 所以我必須測 我想這個跟早上那一班的車 你現在要測的理由就是因為我們早上 因為你是 這個是違法設置的 所以依據公路啊 七十二條 我們也要去把它測 當初大家也都做一個協調嘛 會議也開了 你們副署長也來代表 也來說話 但是講的跟放屁一樣 沒有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講 反正我接到的指示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是執行單位 場官執行 我就畢竟執行 所以說 剛剛10點鐘就是 你們不是說要再協商嗎 就等你們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以後我們就是把它拆掉 如果說你們在委員 可以 請你們委在你們的 基隆市政府的管輛道路方面 因為畢竟說這個地方是公路總級管輛的道路 所以說 我們要依據公路法七十二條來執行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在擠牌 所以這個一定要這麼開心 不過我講真的啦 杜總人 你舉再多次牌 你聽我講 也沒有辦法改變一個事實 就是說 至少此刻現在 確確實實我們認為 還有很多交通配套說是沒弄好 我知道 我也尊重你們 我知道 我也尊重你們 所以說你們要抗議可以 你要留在營地抗議 你們把路障撤掉 要留在營地抗議 我都沒有意見 如果你要設路障 那請你設在基隆市政府管輛道路 基隆市政府如果同意你們去設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 請你不要設在我管輛道路方面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路障其實也是基隆市政府設的 對啊 所以說我要 基隆市政府同意讓我們拆 不過如果他不容易 基隆市政府同意讓你們拆嗎 如果他不讓我們拆 我們也是會依據公路法七十二條來執行 因為這個是違法的 大概就這樣子 因為現在這些路障是違法的 那也就是很明顯的 說你這樣告訴我們 從頭到尾你也就是 什麼事情就拖嘛 講了什麼事情到現在也不算數啦 不是 這不是 這不是拖不拖的問題啦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要抗議我沒有意見 就我剛剛講的 你們要怎麼抗議我都沒有意見 你們要在路的兩側 從這邊一直抗議到軟軟街上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你不要再路上設路障 因為你一設了就違反公路法七十二條 那我必須 因為我是道路管理機關 所以我必須 依據公路法七十二條來執行 因為這是國家付給我的權利 所以我們說粗暴通車是沒錯嘛 哪裡有粗暴通車 怎麼沒有 你現在拿公路法七十二條 這個是法規定的 不是我創的 所以我說你用公路法七十二條來說 一定要現在立刻通車 而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暖暖居民的各式各樣的交通權益問題 等等等就沒得談嘛 不是嗎 你告訴我說我們在路邊抗議 能改變你們什麼工程的事實嗎 沒有辦法 我一直強調一點 就是說當時說明會的時候 我問你 你聽我講 我問你 我們現在還有什麼手段 可以讓通車這件事情再往後延 然後能夠讓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協調 能夠坐上談判座好好談清楚 沒有這種手段嘛 不是嗎 有 什麼手段你告訴我 基隆市政府要出面 因爲什麼 因爲那條路是基隆市政府在管癢的 不是我公路總級在管癢的 這樣我講得夠清楚了吧 因為這一條路從頭到尾都是基隆市政府在管癢 相關的就是說改善人群道設置 或是相關的附屬設施 包括路燈水溝這一些 因爲都是屬於附屬設施 所以說 基隆市政府要 剛剛講的誰要出面 我跟妳講的就是基隆市政府要去主政 因爲這條路是他主導 是他在管癢的 那我們今天來在這裡 我們希望能夠到明天新任的市長上任之後再通車 你們現在這樣子蠻橫的這樣子在做 第一個你先聽我講 你們現在執意一直蠻橫要這樣做 你不是製造這種問題嗎 我沒有製造問題 是你們把路障圍在這裡製造問題 我們在這裡路障置詞會圍到這裡的 我們是因為我們要替我們基隆市政府來爭取我們的權益 那請你把路障移到基隆市政府的轄管範圍內 我們尊重 我們公路總體尊重 你又把我送給你 我們長官也是這樣指示 不要圍在我們的管癢道路範圍內 因為如果你圍在這邊 那我們就要依據公路法基隆市政府了解 主任 我跟你說明一件事情好不好 好 請說 目前有三個委員在張部那邊做溝通 我可以麻煩你再整一點時間 如果溝通的結果 如同你們長官所指示的 你們要怎麼辦理 但是你時間先留下來 那 我剛才電話是這樣來的 那我不希望你做錯誤的判斷 因為我講最簡單的 現在你們入局給你的指示 只是在做一個修辱基隆市政府的動作 沒有 我們沒有修辱基隆市政府 我必須這樣跟你講 我為什麼要這樣跟你講 這是我們基隆市這邊端的反應跟意見 當然不是你的問題 我們從來強調都不是你的問題 我麻煩你一件事情 你再等一下時間 其實我不敢跟你講多久 你自己心裡那個時鐘 你自己定一下 現在正在跟交通部溝通 如果未來真的溝通不來 您基於您的權責要執行什麼東西 我們沒有立場去去干預 但是麻煩把心裡的時鐘先調整一下 對 不要讓很多本來可以處理的事情變成政治事件 我必須很嚴正跟您報告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動作未來做了 就如董我們昨天講的 你用力的打基隆市發展 未來這件事情會更疾首更難處 不是 我也是一直講說 基隆市政府在這面設施上是對的一個行為 你認為這樣的行為對嗎 所以說既然是不對的行為 那基隆市政府要去負這個責任 那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這個道路是我們在管理 所以我必須執行72條的規定 那因為同行長官指示我要去依72條來執行 那我只有 因為我是執行單位 所以我必須執行 那如果說剛剛林議員你講的 這一個就是時間點的 既然有在協商 好 那我可以再緩一緩 我再等交通部的人電話 您可以不斷的去溝通聯絡 是不是如同我講有人在做協商沒關係 那我不敢跟你保證協商就如同我們希望或你所希望的 但是至少讓協商的結論出來吧 對 這會比較重要 那我也麻煩你一件事情 你也不斷去 也試圖因為你是 你是在這邊看到現場的最主要的一個媲美 你是這邊的主管 你必須把現場的狀況真實反映回你們陸續續 因為最重要 最重要是我必須跟您講一個東西 如果硬幹下去 當然你們會處理 你們會依照上面所指示的把事情完成 但是未來裂痕會很大 未來裂痕會很大 你們針對的 你們針對不是我們暖暖這群在努力維護這件事情的民眾 而你們針對是整個基隆市政府 這才是重點 希望你們把這東西很誠實的反映上去 因為一旦做動作 兩邊的橋樑破掉之後 你想修補回來 我跟你講很難 很辛苦 很多事情必須要由智慧去解決問題 不要老是用規定 用方法來解決問題 我麻煩主任 你們在這段時間幫個忙 大家一起努力把事情解決掉 如果協商可行的話 暫時不要通車 如同我們的結論 我們當初的會議結論所講 大眾運輸系統可以走 救護系統可以走 等新市場上任 你們談好之後全面再通 慢慢的缺失事項再改進 這都可行 甚至說紐澤西戶蘭是基隆市政府圍的 是我們民眾圍的 那沒關係 大家依照一些 因為管制還是必要的話 你們自己來圍 就沒有違反公路法的問題 你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知道 現在問題協商的結論是什麼 還沒定下來 不要那麼倉促的 執行你們想要做的動作 因為那樣是會 讓中央跟地方一起受傷 這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希望你把這事情考慮進去 誠實反應上去 再給大家一點時間 我在請示長官 是 不不不